大家好我是欢欣 今天带来几场视频 当然前头要说几句话 第一件事是关于我感冒了 这个咳嗽一直在咳嗽 其实算了 就是反正告诉大家解说的时候 如果出现咳嗽 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第二件事就是昨天没更新视频的解释 昨天独恋男男精 所以我请独恋吃了顿饭 完了并且请他们看了一场电影 就我独恋司马爷爷 完了安胖子 够浪把四个男人去看电影 这你们能想得来 但是我请他们吃饭 请他们看电影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我马上离开南京了 这些朋友可能 这一生再见的机会就非常非常少了 所以 怎么说呢 忽然讲了这有点小伤感 在南京前后六年 对吧 毕业以后除了中间有一年去了云南 完了还有半年去了 回了太原生 六年一直在南京待的 涵盖了我基本上所有的工作生涯了 忽然走也是下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决定 自己大了 对吧 所以想回去 也是准备恋爱结婚了 南京肯定是有很多很多的记忆 但是很可惜 还是要离开 本来我是想努力留在南京的 但是 还是很多很多问题吧 因为我这边没有同学 没有亲戚 什么都没有 所以 真正能完全的在这边生活下去 还是需要很大很大的 机遇和自己的努力 当然自己 没有达到吧 所以会回了北方 当然北方我会更好的去工作 也是做好视频 这个说到工作 这有点扯远了 就是视频 录制视频 10年开始录的 14年了 4年半 嗯 认识形形色色的朋友 所以 感谢大家的支持吧 就是你陪伴了我 换星 一个阶段 马上我会变成另一个阶段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 录制更好的三国杀 解决视频 请把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 回了 北方 是不是可以考虑转个区啊 因为回去好像不是电信区了 不是 哎呀 电错了 不好意思啊 同志们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还去冲调一下 怎么给关了 这一段掐过掐过 重新看视频 寻遇主 这边我选了越境 这个其实我 更希望的就是在寻遇动之前 就给他创造输出来打 更狠 这边 泰斯比较像忠诚 剩下三血的都比较像 这边也像反对 这都是可以分歧了 这边寻遇直接忙成功 这个因为他是三血武将 忙他我觉得没有多大问题 一火攻一九杀 杀一下天主位的张辽 看下张辽有没有闪 我直接打 如果这打成功的话也挺好的 就是让我的队友在寻遇没有解密空间的时候 直接一波 突袭 祝容 这跳反啊 对啊 你这突袭肯定跳反了 祝容偏中内的 对吧 这个也比较 刚才我们说的比较偏中的 我们来看一下成功 成功是反贼的话 这是这个是内 这两个是中 哎呦 成功竟然跳 中了 成功是忠诚 也是挺意外的 张辽都说他失算了 没事 谁都失算了 这边我们过一下牌 效果 因为成功现在状态很不好 但是那边有个名的装备 把它弄掉 也是抑制他下轮的名册 开始这边有一定的爆发 新点成功 哦 这边闪还是比较多的 闪 闪比较多 所以我就直接闪了 不想将自己血线 多留点牌挺好 寻语直接截命 主攻这边 其实主攻这边已经非常的残了 看一下张辽那边能不能先保住 哦 张辽再见 张辽直接死了 对我们来说 其实张辽 相信跟寻语 并不适合当反 你这打 你这突袭完也有截命空间了 除非怎么怎么样 但是弄 这边把我一个万键弄掉 也是拿走一个K牌 我觉得四血四手牌的太尔茨 效果没什么作用 所以我直接就虚保留一下牌过了 这边我也没有去杀 因为我觉得杀任何一刀也没有做到作用 不如多留的效果 一是防御保护自己 二是后头能不能对寻语 以及成功去搞 因为现在我们也就无脑推他们了 因为身份是明了的 应该是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弄了 这边关平去铁锁自己和主攻 是因为有个藤甲希望 服完那边有火杀 直接传到打死主攻 这个龙银 没有可以 连弩 还有这个连弩 当然有关平 连弩倒无所谓 但是有个连弩以后 也可以有个爆发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服完应该是没杀的 因为龙银完了 杀 闪 群于吃逃 我这个是无脑的 他那边换过装备 我也换过装备 这边出现一个非常好的神器 那就是有藤甲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思路 都以藤甲传导 这一次 那我这张牌和这张牌是K牌 这两张牌不动 剩下这张牌要保我到行动 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下 这边 因为泰斯那边一会儿还有爆发 这边的话 优先用这个雷杀 这两个张牌我要留的 因为我知道 他肯定不敢拼我的 就这一点大家要保证 为什么 他说 你又要留闪 又要留这两张 这个效果 你敢吗 因为泰斯这轮爆发太关键了 所以他肯定要拼自己人的 除非我是名牌 但很可惜我不是名牌 所以我敢这样子去打 这个就是在做直播上 我就讲了 往下九杀吧 人家还有一万件呢 雷杀 这我不敢了 因为 因为那个少伦 赵瑶斯已经爆的没跑了 所以我要尝试一下 就闪了第二杀 反正也就没有 继续了 因为连弩刚才完被弄掉了 我 永不背弃 请你这边 解密一下泰斯 看泰斯继续有没有输出 如果没有输出的话 我们这边还有就直接传导 这个也是 怒保之两张牌 这次我肯定不效果了 我不靠落摸的 所以泰斯继续肯定不效果 拆先找桃 拆一下泰斯 因为泰斯过牌比较多 找桃 没有找到 那直接火处性杀 传导 完了 看能不能带走群蜜 这边龙银 我下轮就算打不死 还能再打一下 这边有一个桃 没拆到 不过一张桃 救不过群蜜 从而获得这次比赛的胜利 那我们来再看一轮 看第二个视频 主攻 这也是一场直播的视频 大家要求选 非主流的貂蜿主 那我也是于是选一下 这个视频也是体现一个比较 貂蜿主攻的一个比较强势的旗友组 其实这个旗友组和最近大家都知道的 也出过类似的视频 那就是貂蜿介续处 当看到介续处 我们就知道有一个旗友组合了 看一下效果 二号位置必定是反贼了 所以限制一下 找一下距离 加一码 只要拆掉他距离 或者弄掉他距离的话 抑制一下 留陶闪 保护自己 离间是因为这些都是神匠 我都不管确定 离间周泰 董卓都没什么用 董卓乐了一下远之威的 远之威的介续处 来保护一下其他队友 周泰 哦 这是拆乐吗 好 周泰跳了一个中内 先标一个中城 这应该身份都是比较明了了 这边就看一下 刘邪和陈琳 这边跳了反贼 这边跳了 这边也跳了反贼 十二点 其实这个十二点也等于是打了我一血 我因为我用的桃 其实但是我想杀他一下的 所以用了个最大的点 刘杀还是一会能输出 最便的话接鱼处直接去打 八卦阵的刘邪 这个刘邪 没有去选择天命 而是选择怕八卦 一是八卦阵直接5%就成功 二也不敢天命 因为后头还有陈琳 天命的话 很可能一会就 如果天命被打掉血的话 一会送辞 起司的话 还有加一码一下 刘的一下 大概就这样子 那就算他是反贼 能给他送辞 而且还有50%过 所以这个林姐 这边他是知道陈琳身份的 他就打这些 先打了一个董卓 没有去杀后头 他知道的身份 就是跳内 因为深入名的 他跳了一个忠诚 但他不打强将陈琳 打的是董卓 那肯定跳内 这边周太无限 完了 无限一下 刘邪 来方便我们一会打死刘邪 我是无脑了 杰虚主刚才有杀的 陈琳没事做什么 来比拔一下 那我是不费血了 因为我加一码 这个加一码 这简直就是神加一 有些出杀 杀 杀 这个宋斯也是够牛逼的呀 不过没想到虚主更牛逼 董卓强保一张桃 看一下陈琳 没有漂亮 这下的话直接打死一个人 杀 联王盾肯定没 杀董卓 杀一刀没什么用 所以我直接过了 方方什么决斗 难满也是可以的 这个董卓继续这样用 真不好意思 状态不好 也解说视频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也不知道 但是昨天没出 我有朋友都都在等 所以我今天病了 也是帮助一下 杰刀 因为这个杰刀是 那裸衣效果 所以真机 其中奥 这一次裸衣效果也非常的给力 直接红杀 陈琳 并且手上有留的名的杀 一会儿我离间 又是有留离间对象的 雷杀 闪 二张挺费的 一个董卓队友 本来丢牌就少 留鞋又不丢牌 也是密账 完了就靠陈琳 陈琳第一回合 还想送辞自己的 巴不得出关牌了 所以这个二张跟队友完全没有相信 这一次的话有了 还好他没距离 这个加一马 简直是神加一 完全就是神加一 让他们明白了 我这边杀好多 刚才二张固阵 他没拿杀 给了陈琳杀了 所以我不能保证说是离间陈琳能赢 所以我离间二张了 因为二张拿的不是杀 拿的顺 董卓铁锁解一下 这个二张那边顺手也是够多的 不过我们有新周泰也没什么 不怂 新周泰断杀了 连弩 这个牛逼 先是张八拍一下 完了换连弩去杀 这基本上要跪 但凡成功的话 两张命顺手 成功 吃一个酒 我吃一个桃 再杀一下 这基本上去了 我觉得没那么多桃了 刚才杀 留鞋都已经没桃了 这边对我们有威胁的就是闪电 我不知道昨天有多少人看直播了 这闪电简直就是我杀父仇人啊 这是无限的批我 多大仇 我就想问他 顺了捡一马 保护一下反贼 那也是保护一下自己 不过他闪着我也不怂 好吧 这个闪电终于开眼了 在这个时候批了陈琳 那从而创造出我们这一局的优势 这个优势也是通过机有组合 再加上戒举手 这一次联弩 我先决斗内奸 因为内奸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完了 一杀一离间离间 离间周泰吧 周泰费血无所谓 但是我能耗董卓的杀也是一个好事 反正周泰你费血无所谓 我知道周泰是没杀的 但是费许楚的话 许楚有可能死 但是费周泰的话 周泰是死不了的 所以耗他的杀也算是一种 抑制他一会儿可能性的爆发来秒掉我 因为外头也有名的联弩什么的 哎周泰不要怂 周泰很抱怨我的行为 但是不要怂都这样子了 你费费 你费费血怎么了 对吧 哇 这边董卓虚报够多AOE的呀 对吧 牺牲小我 拯救大我 只要我不死就好 这边我们可能最关键的就是拆掉联弩 或者说是你落一个决斗秒掉 继续出摸牌 想去找拆拆联弩 不过这边火攻还成功了 不过你那边是一张套 撑一下看下这次落神 好吧 也就这样子了 就杀徐楚 还放出南蛮 对面这一波放了三个AOE 但还好我们有周泰这样子的忠诚 就不会给你机会了 肯定是杀死真鸡了 所以我拆加一 借刀也没有什么用 所以借刀一会 离间并且冰一下董卓 就算他能杀死了借徐楚 我们也能 那什么 因为冰了 再消耗他一张杀 我觉得对我们的是保护 所以我直接就冰了 冰了离间 周泰你飞飞雪就飞飞雪吧 不要埋怨我了 拆杀 简直断杀小王子 继续楚 一个神罗仪让我们明白了 不过这一波 我要能火攻成功就收掉了 吃个酒 酒就酒吧 人头不说 只能说 周泰和继续楚 但凡动一下就赢最终董卓 选择了投降 那行今天这两场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 主要是想看一下 也其实就随便从直播选了两场 最主要是第二轮这个貂蝉家 许楚 极有组合的效果 从 当然我觉得神嘉义也起到异常关键的作用 如果没有这个嘉义马动卓就让我明白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嘉义马也是起到很大的作用 那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上班愉快吧 这是工作日 大家再见